一直有消息爆料,张若云下半年专门为庆余年二流出档期,可有爆料称张若云已经进组新的剧组《明龙少年》,讲述的是英语老师雷鸣和心理老师桑夏帮助学生李然完成大学梦想的故事,女主是黄瑶。 听名字你可能不熟悉,她出演的作品可是大名鼎鼎,比如《山海情里的白麦苗》,《奇迹奔小孩里的吴小丽》,《妥妥的一名剧抛脸演员》。 另外X9少年团郭子凡也加盟其中,队友肖战都已经是顶流了,哥哥加油。 这部剧的导演是丁黑,跟张若云刚刚合作完《警察荣誉》,口碑收视不俗。 此次二搭令人期待。 一部剧只要要拍摄三个月,看来张若云要进祖庆余年二最早也得九月、十月份了。 话说一部剧火了之后,演员身价水涨船高,要想凑齐原班人马就没那么容易了。 可是好饭不怕玩,只要是好故事,原班人马,小编愿意等。